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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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頭一場是張之傑先生 他來講一個他很有心得的 關於這個採風圖 等一下我就聽他介紹這裡頭的故事 那張先生是在國內是知名從事 這個科學史研究的專家了 他其實已經出版一些科普 我就姑且把這些都叫科普 雖然也不喜歡科普這個字眼 其實他是講科學故事跟一些科學史的 就科學跟科學史故事 他剛才帶這兩本給我 一本叫做科學風情化 一本叫百化科學 都是才剛出版 那我知道他之前又在商務 其中一本是商務 那另外一本是 開學文化 開學文化 開學文化出版 可是你還有 之前我記得你還有出版兩本 我記得嗎 我後來 近四年出了八本 八本 八本OK 所以這兩本之後還有六本 我想要找到這個 知傑兄的出版書很容易 我想你只要Google打張之傑也可以 現在大家就是都很可以上網搜尋 那他是第一位講者 那就照往例 他講差不多40到50分鐘 晚之後我們會有一個Coffee break 我們在外面會有些點心 然後接下來就是張嘉宏老師來給我們 改變一個風味 就是講物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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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張志杰 當方老師找我來講的時候 他的助理讓我說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頭銜嘛 就是我是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另外再加個研究就把科技史學會 因為這個可以隨便宣傳一下這個學會 那我為什麼這麼執著 這個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很多人都說你已經退休了 你看業餘什麼業餘還不業餘的 我說業餘的意思是相對於專業的 不管我退休了還沒有退休了 我都是不是專業的 我就是不是業餘的 就是這個意思 下面一個 你看下面一張 我們首先看這個巡台玉史67 這個人首先介紹一下這個人 這個人呢 他名字叫67 他叫自居姓氏 他的姓氏深度一點不小 因為67那個名字 他不滿洲人啊 他是個滿洲人 滿洲人他是有姓的 比如說那拉氏什麼氏 那個氏不清楚 他生族也不清楚 他是滿洲相同其人 看錯了 他在乾隆九年三月到十二年三月 以戶科集市中任徐太玉史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得他不曉得的 就是說本來巡台玉史一任是兩年的 可是他做了一任以後 情郎皇帝說你再做一任好了 那第二任做了一半的時候呢 他被福建的巡服參和 就是說他有些問題 說他的這個難權之類的 所以他就去世了 做了三年 可是他雖然做了三年也是 而是在台灣巡台玉史做了最久的一位 別人只是兩年 只有他一個人做了三年 67來這個人呢 他留心台灣事務 他在台灣這三年來 他非常留心台灣的事務 所以他現中就找到畫中啊 繪製台海彩空圖 還有翻舍彩空圖 畫了這兩套圖 另外呢 他要解釋這兩套圖 對應這兩套彩空圖 他另外鑄了這個 台海彩空圖 還有這個翻舍彩空圖 這兩本書 所以這個都是台灣史料裡面 重要的史料 現在就往下看 那巡台玉史的設置 為什麼設置這個東西呢 它的全稱叫做 巡視台灣監唐玉史 因為前往六十年的時候 有一個事件 叫朱麗貴事件 就是央母王 央母王事件 這個事件發生以後呢 興廷就覺得 這個台灣 雖然是邊疆很遠 過去不管它不行 他們有亂史 所以就開始派起來 派起來不斷地 看玉史各一元 其實是台灣人 任期兩年 每次都派 都是兩個人 一個滿洲人 一個泰人 到了前往年輕來 偶然之後的派集市州 代行的浴史是 集市中跟浴史不一樣 浴史是分到一個地方去尋查的 集市中不是 集市中的話 就是說 他都有監察院 監察委員 那這個六十七呢 是戶科集市中 他專門監察了戶部的 就跟我說 內政部長 他是專門 不是內政部長 內政部 他是監察內政部 內政部有什麼問題 他可以彈劾他 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浴史跟集市中 但是因為前往年間 偶然會找集市中 代行浴史 六十七就是其中之一 他這個集市中 他等於說代 變成一個浴史 現在我們現在看一看 有六十七採風圖 台灣的藏本 台灣的藏本 還有兩個藏本 一個東野院 十一所藏本 還有一個台灣圖書館藏本 兩個藏本 他才會不會兩個 一個是專社的藏本圖 一個台海的藏本 兩個藏本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中野院這個藏本 那個台灣圖書 還有一個十八幅 他的韓套上 韓套上就是說 他這個韓馬 他這個河的 上面寫 台灣圖書四個字 沒有其他提示 到底什麼時候畫的 誰畫都不知道 那中野院登記圖路上說 藝人 這譯定是義大利的意思 羅斯正民族說 民族學祖 中國 民國二十四年 無 二十四年 入藏 此外 沒有其他現場 那羅斯什麼人 羅斯是 是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 意大利附華的外交官 中野院特約研究員 他在哪裏買的 也不知道 他用了這套 以後 中野院把他藏起來 然後一直帶到台灣 就是中野院這套 本來叫 台灣圖書 那麼這一套 後來 1998年的時候 所長 杜正勝 他認為 這個台灣圖書 這個 就應該 它應該是怎麼 翻射彩虹圖 所以他把它 他把它 重新影印出版 出版以後 他叫做 《警印解說翻射彩虹圖》 名義出版 那杜正勝說 後來他說 資正名為翻射彩虹圖 當系巡視台灣監察 遇史六十七 史臺期間 印中繪製原住民封鎖圖 他說這個就是 翻射彩虹圖了 再往下看 那這個就是杜正勝 他印了那一本 很漂亮 很大 很大很大一本 我把它拍下來 這個樣子 他就 杜正勝寫了 翻射彩虹圖 他說這個就是 那這個東西一共 它一共是 十八幅 再告一段落 另外另外一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的話就是 《裁風圖合卷》 這個是哪邊 是台灣圖書館藏的 台灣圖書館藏 一共二十四幅圖 裡面有風圖圖十二張 還有風物圖十二張 都沒有提款 也沒有簽 也沒有印章 都沒有任何來歷 那麼這個東西 是怎麼弄到的呢 是一九二一年 由該館 因為該館 是總督府圖書館 總督府圖書館的 首輪館長 太田為三郎 在東京南洋堂 書院 鬥德 他能買到的 買到以後 這個東西是什麼 不清楚啊 到一九三四年 一個日本人 叫中山橋 他寫的本書 六四七語 兩採風圖 然後他認為 十二幅風圖圖 就是翻身採風圖 十二幅風物圖 風物圖 它叫物產圖 鄧之物的意思 就是台海採風圖 所以為什麼 後來台灣圖書館 引印出版 叫做核卷 核卷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兩個都合起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核卷的 什麼樣子 核卷一共印過兩次 這是2007年印的 外觀的印象 這個樣子 但是我把它放在 那個台灣圖書館 那個地毯上去拍照 就是底下的地毯 我們先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翻射 先看 翻射採風圖 翻射採風圖 在這邊說明 台灣有倉本 這個大幅也有 這個東西比較多 台灣不是唯一的 可是那個 另外那個 風物圖 那個東西全世界 只有台灣有 那十二幅是非常尊貴的 所以先看這個東西 因為台灣有兩個版本 所以我把右邊的是 就是中原院的版本 左邊的話呢 是台灣圖書館的版本 排在那邊 那十一所的十八幅呢 就是按它的景印版的順序 就是都政社的印人的順序 台灣圖書館的十二幅呢 沒有按順序 為什麼我要配合那個 前面十八幅 配合那個十八幅 大家看著這 兩個對照呢 就可以看著 它畫風圖說的差異 我們現在開始看了 現在那裡是西藏美術了 前面講的是這樣 這 西藏美術 首先看 它是第一幅 台灣圖說的 就是那個 中原院藏的第一幅 第一幅是個地圖 左邊沒有的話意思就是說 台灣圖書館沒有這一幅 很美 下面一幅 下面一幅一樣 捕魚 把這個原住民啊 它怎麼捕魚 捕魚的方式 那每一幅都一樣 這邊有個圖說 圖說的話叫提詞 提段題目的提詞 它就是做詞的詞 那都有個提詞 那左邊沒有就代表說 台灣圖書館沒有這一幅 下面一個 就代表兩邊都有了 右邊的話是史與所 左邊是台灣圖書館 古路 你看它畫的 跟畫的這個構圖 是類似一樣的 基本上一致的 當然它是互相靈摩 但是這個 到底誰靈摩使用 後來後來又寫文章 古路 那當然它畫風不太一樣 顏色也不一樣 用顏色也不太一樣 再看下面一張 這一張呢 是柔彩 柔彩什麼意思 就是說 爬到椰子樹上去採椰子 這一張就是台灣圖書館 那個 十余所館 那邊台灣圖書館沒有 畫的怎麼就採椰子 哎呦怎麼樣怎麼樣 這畫的非常非常驚喜 非常生動的 非常寫實的 非常寫實 就專門的繪畫的話 那個畫功那個系統 是寫實的 那個是從長宋以來一直傳統的 然後到了這個 這個 宋國園初的時候 子宮畫風變了 文人畫欣喜 然後那個 寫實的不被證實 但是寫實這個東西 還是傳統的一次圍繫 圍繫下來 只有誰圍繫 只有畫功圍繫 你看 這個芋 這個芋 就是這個芋頭 原來這個芋頭 本來他們 他們主要是吃什麼東西 就什麼東西 就兩個東西 這個芋頭 也就是小米 小米的話 那種是豬 就是一個什麼 在原住民來說 比較神聖的糧食 那種的最多 吃最多的是芋頭 它本來沒有地瓜 藩熟的話 是在民墨的人 在傳進來 在民墨一起的話 沒有藩熟的人 就種芋頭 這芋頭的話 是南島民族 一個重要的一個糧食 就是芋頭 這兩個 一樣 這邊的話 顏色的帶 你看這些芋頭 這邊比較清楚 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根證 根證的說 我這邊特別寫出來 就是說 它這個提詞 提詞 它是有錯字 像那邊的猴子 猴子它寫錯了 我們寫錯了 那這邊猴子沒有寫錯 這就是他們根證的時候 因為到了乾隆的時候 原住民已經更早 到康熙的時候 原住民貧土族 已經會更甜了 跟漢人學會種甜 用了抵押用 就是 就漢人這一套 它基本上已經學會了 當然那個時候 原住民最兩種 一種是住在山上 就是高山族 就是當時叫生災 他們當時另外 或另外一種生物 貧土已經可以跟生物 跟漢人類似了 下面一張 這是什麼 就是遺憾還是割掉 就是割的什麼 割掉 割掉 這兩張 一樣 各圖都沒有差異 只是用顏色 畫風一點差異 那跟我們後來的時候 也跟我們現在 基本上差異也不大 這張 這個是train train train的什麼意思啊 就是把那個 倒的那個殼 把它弄掉 現在又打鼓器 前衛打鼓器 就把它弄掉 把它弄掉 這個 它構圖都很像 你看 這邊幾個人 這邊幾個人 都很像 都非常像 看下一張 唐布 唐布 唐布是什麼意思啊 唐布的話就是當時 當時就是那個 製唐的作法 那這裡面也 這個圖書讓人講得很清楚 從製唐這個東西 這個原住民不會 這是說漢人的 而自己不會什麼 既然漢人會 原住民不會 他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不清楚 分不清楚 那這個地方來比較特別 這邊的話 它就有兩個圖書 這邊只有一個 這個非常特別 所以兩個圖書 一定非常特色 但是構圖是一致的 那對於當時這個 正常的作法 怎麼樣 怎麼樣炸糖啊 什麼什麼 紀錄都非常清楚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繪畫的 這個歷史價值 有時候比文字還好 我問這裡說 半年你搞不清 繪畫的話 一不了人 就這個樣子了 這樣 那看製布 班水優和原住民 在怎麼樣製布 當然製布的話 這就是最常原始的 這種織基 這個織基的話 這個一般漢人怎麼知道 你不用這麼織基 這是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話 就是說叫做去織基 這也沒有時間想 織布的很多方式 我們也註明 那下面一章 這邊呢 是漏甲字 文化有對字者 這張本來是大甲 大甲那一代的人 何為織布 把那甲漏 之後 直到說 他們在淋摩的時候 順便把這個題詞抄下來 又說我們抄漏子 像名字 塵屋 這個塵屋很有意思 就是原住民 他蓋房子的時候 我們要蓋 他就先把這個頂蓋好以後 蓋好以後 他們蓋好以後 然後 然後很多人 然後把他抬 抬到要建築這個地方 先立即打 放在那一方 然後房子就蓋好了 這個舉動到的程度 在別的地方蓋好以後 抬過來 這邊是杜熙 這個杜熙化成什麼 就是化了那個 漢人的官吏 或是通事等等 他們過河的時候 原住民怎麼樣 用那個主法 然後辦了他們過河 這個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漢人 這個吸的煙 這邊大概是一個 一個頭目之類陪著他 其他人就在那裡 然後在河裏面 河裏面過去 又吸 這是油車 油車的話就是化 當時的車子 當時的車子 還沒有浮的 這個沒有浮 是一個叫做笨車 就是很笨 笨 大笨蛋的笨 笨車 這叫大笨 這個笨車 也有它的用處 因為當時都是沼池 或者什麼 這個地形非常普遍 很多的都是沼池 如果你在油的話 你有這個浮的話 反而不利 那這樣的話 反而好 就是笨車 油車 就當時的 這種工具 那就代表是說 當時漢人的車 原住民機也會用的 這個淫婦 就是人家娶老婆 那個淫婦的時候 淫婦的時候 這個石獄索本呢 他把那個曲青 然後寫成 這個圖書裡面 寫成曲章 那抄的時候 當然這個畫工 在抄的時候就抄錯了 那這邊呢 沒有抄錯了 這個曲青 這畫得非常顯實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錢窗的時候 當然他們怎麼生活的 那是布麻的 布麻是不通的 實際上是布床 那也是畫工抄錯了 因為這個六四七 給他的時候 可能寫得很草 那個畫工的時候 一看 把那個床 可能寫得麻了 那些布麻 麻的床是霧 布床是霧的 就把小孩放進去的地方 他們在那裡做活 做人家工作的事 把小孩放進去 掉下來 那這個一樣 那這邊的話 沒有圖書 沒有圖書的話 我曾經聽文章裡提過的事情 為什麼沒圖書 我後來想通了 就說 這個臨摩者 一看這個東西 不麻 到底怎麼都不寫 怎麼都不通啊 那我抄上去也沒意思 沒有道理啊 但是我不抄好了 這邊的話就是空白 空白的 霧床 這手愛 所以說 因為原住民真的是身翻 身翻 身翻 會來 會來到市 那這些手翻 拼不出來 就是圍起來 然後在那手 手 主要是手誰 什麼身翻呢 就是手的那個 沒有開畫的那些原住民 瞭望什麼 瞭望的話一樣 也是要瞭望這個 就是那些身翻 拼不出來 瞭望身翻 瞭望身翻 看一下這兩個東西 那這實 這實的話就是說 就代表說 那個時候 已經在平谷族裡面 已經 叫我們練書了 念本人之初心回遲 或者紫月學二時期之之類的 已經開始 開始練書了 開始教化了 好 就到這裡方 所以前面 就是專設了采峰 臺灣的藏本就這個樣子 一邊是十八幅 一邊是十二幅 全部都演算給各位看 下面看就是臺灣圖書館藏的蜂墓圖 我們看一下這個蜂墓圖 臺灣圖書館藏本的蜂墓圖 實際上就是它的藏墓圖 它一共十二幅 其中三幅成幅 十二幅有三個是成幅的 實際上它是只有九幅 這個藏本是排的一半部分 居然是軍事件就這個部分 只有臺灣圖書館藏 所以臺灣圖書館藏分為正館之寶 非常非常珍貴 下面等著不看 等著看的時候 我們又按照這個金印蘭的順序 金印蘭就名印蘭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成功副的 我把成功副的跟它排的 跟它沒有成功 跟它成功還在一起 我現在往下排 它都是這種植物 它畫得非常好 它完全是用墨骨法 墨骨法 它就沒有形 只有一個勾的線條 這畫得非常非常好 那麼第一幅畫三個動物 有四竹 一個植物 兩個動物 清竹 要清竹 它就是清竹絲 還有蜥蜴 畫三 那每一個上面都有的圖說 所以也有什麼 第一幅 第二幅呢 畫了一個植物 一個稻挂鳥 稻挂鳥 實際上就是小鸚鵝 就是小鸚鵝 當然是傳說說 它們睡覺的時候 稻挂著是稻挂著是水 實際上逼不人 然後另外的話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金瓜茄 金瓜茄現在還有一種植物 它長得像有點紅紅的小小的 現在還有 現在當觀賞食物 然後下面全部都是 都是植物了 然後一幅大幅都是五種植物 都是五種植物 它搭配得非常好 畫得非常好 其實拿到現在來說 只要有一個國畫家 能畫到這個層次 那也是一流的 這畫著彈花 番花 菊花 鮮丹花 油菜花 那當然這些名字 它不見得對 比方說它講的彈花 實際上不是彈花 它講的番花 現在雞丹花在那裡 名稱的現在不一樣 那後來我做注釋的時候 就注釋了 真的不管它 你先看過去就好 另外這一幅是福桑花 玉子蘭 桂花 刺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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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畫得很好的 它搭配得非常好 它把那些東西都搭配起來 才能吃搭配起來 它構圖非常完整 不是隨便畫的 而且搭配起來以後 另外還有兩個圖書 還會穿插在 它應該穿插的位置 所以這個畫的人 跟寫的人 是一個人 絕對是一個人 這是椰子 公花 這就是玉 小米 小米 男子麗 對 都不想看 這是西瓜 荔枝 蕾蒜 羊頭 茄子 那麼這裡面的話 西瓜跟茄子圖說 蠟圓的蠟子 都寫錯了 蠟子寫錯了 所以這顧滿圖 這個是我過去寫文章是用的 然後再來是蕃树 香圓 葫蘆 碗豆 還有這個蕃絲 看看就好 但是畫得很漂亮就是了 再來 黃瓜 蕃絲流 菩提果 黃禮 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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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兩張了 兩張代表什麼叫成複 因為它這一幅一共十二幅 十二幅就是成複 有三張成複 這也成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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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就這樣 一共一張 OK 那麼現在 採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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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 從綠時代到2011年 沒有因為導致學的拍過 沒有這個書 傳遞海採風圖 都不是完本 前面講的那個翻射採風圖 也不是完本 十七圖絕對不是完本 因為翻射採風圖 考有四十八個題目 那代表是說 它絕對不會 不會只有十七張 剛才我們一看 各位看 十一所只有七張 台灣圖書館只有十二張 那這個 《太太採風圖》 現在傳世只有十二幅 有三幅成幅 那全都是完本 當然不是完本 但是《太太採風圖》 假如有《太太採風圖》 可以對看的話 就可以知道內容 假如說 因為到底就是說 《太太採風圖》 它到底是不是有完本 我們也不可能知道 它《太太採風圖》 到底它的內容 是不是都是動植物 我也沒辦法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沒有《太太採風圖》 可以對照 在翻射採風圖 有翻射採風圖 就對照的時候 就知道說 它缺了什麼東西 它應該有什麼都知道 翻射採風圖 跟《太太採風圖》 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太太採風圖》 因為《太太採風圖》 是否包括翻射 也一直沒有定論 為什麼是否包括翻射呢 因為重修《台灣複製》 裡面它也用了 大量的《太太採風圖》 然後它裡面很多翻射 它說那是《太太採風圖》 它是從《太太採風圖》 來的 但是現在這裡 到底有沒有 很多傳世的學 現在學者 就講說《太太採風圖》 《太太採風圖》 裡面也沒有翻射 應該有 這是現在這個翻射 沒有而已 但一直爭論不休 為什麼爭論不休呢 因為沒有這個《太太採風圖》 可以對照的關係 這就是講到我個人的故事 2011年下的時候 我因為要出席 第九屆中國採風圖 採風圖 就是 我現在講說 我看《太太採風圖》 採風圖 能講雲的 能講雲的 人就雲了 所以我講一講 就寫了一種 六四七 兩三射採風圖 台灣藏本藏位 就是台灣藏本 專世採風圖 一個是石魚鎖 一個是台灣藏本藏 接著採風圖 那採風圖 採風圖 什麼東西 比如說別人都能解釋這個圖 那我看成畫風 還有什麼題詞 這個書法 還有等等 去看 看到底這兩個圖 有什麼差異 然後就判斷 這兩個事情都是真心 那判斷就是誰先誰過等等 那當然我判斷 他們都不是原圖 當然不可能原圖 都不是這一集 不可能 因為原圖 這六四七帶回去 帶回北京 然後送皇 寫個皇帝的 不能領不出來 那不可能是真機 那一定是陰謀的 或者怎麼說 這樣都不清楚 反正我覺得寫過這個文章 寫這個文章 寫這個文章寫好了以後 要做PPT 來做的時候 我就上網去找圖片 然後上網發現 忽然發現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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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 你發現有個大陸有個拍賣 他拍賣一本書 這個書就是《太太》才能讀考 他拍賣這個書 他拍賣的時候 我才沒講 就是全國啊 這個國家都不滿 是北京國 國家都不滿 可以送科院都不滿有 所以這個 唯一的第三本 這個價值見證 不得了 都最大喜氣 拍賣的話 當然要把它說的 非常厲害 你就知道說 北京 至少在北京有兩個地方也有 啊 英國家都不滿有 社會北京院都不滿有 再找到一個點 想那我打個影記來好了 對 我就說這個東西 這個廣告就是我 把影記 《太太太》才能做考慮 我再打這個東西 有這個東西 我知道了 然後去找到 然後那時候 我就影記的經過 大概說一下 我想 這個時候 我從新嘆回來 就參加那個影片 回來以後 我就立刻寫一個東西 那些科學史研究所 都會滿足的 做生物史 跟藏的東西 也可以分析 所以你就找個學生 到這個國家讀書館 看看 這個規模多大 這個書規模多大 然後我要去哪兒 去抄啊 再說 他很大 我就多數幾天 他少的話 我也少數幾天 然後他 他就想說 他說大概 你不要來了 因為好像我 記了之後 我們鎖的讀書館裡 有一個抄本 他說 我正在休假 等到我 我已經回去上班的時候 來 我去幫你查一下 不一定他把我傳證 發了一個內容給我 他說 我們突然有一個抄本 他說 我們抄本 然後就能付印 但是我被掃瞄 我掃瞄以後 我寄給你好了 我想掃瞄更好了 對不對 比那個原因還少 然後就拿了這些東西 拿了後來 突然又寄來了 寄來了一下 我就開始打字 拿下來以後 那些印章 那些印章 我不認識 我的傳字 非常難認 剛剛我的大兒子 他還在公園手邊 他就把我認出來 認得我 可以打字 打字以後 打好了以後 有些字看清楚 還有一些地方有疑問 然後這個時候 北大有個研究生 叫做博士師 叫張陽 還會有關係認識他 所以我就寫信給他 我說能不能幫我去 我本來我還要自己去 我老婆說你不要去了 你可能不能 還是找人幫你做 所以找這個帳 我再你到 幫我到那個國家圖書館 就對開美 結論課本 去了三次 然後 我再住室 住室好了以後 再找同事 跟朱小姐幫我抓地 在裡面有個三寫 ISBN 然後印童實社 做圖書館 然後再叫做烏克社會 王館 中國軍公布網站 等等 這個印章做了 做了 好 現在看一下 他的東西 他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羅桂環 他掃描給我們的這樣子 他一共是七十四頁 這樣子 他這個超級 這個書法非常非常漂亮 這邊有 書法非常漂亮 這卷一 他一共兩卷 這第一條 是安平短路 那代表說 他的財務圖狂怪 也有 一定有 台灣八景 絕對有 絕對 這是卷二 卷二的裡面 你看 他這邊都寫 六十七 白路 六十七 居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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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邊 我幫你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叫六十七 因為滿洲人 他有的習慈 例如說 加上說 他生下來的時候 他總是年紀很大 過去的方向 想要他生下來 不及六十七 但不是沒有 那就很老了 現在不稀奇 現在像我們大孫 生的時候 不及六十五歲 現在不稀奇 過去的話不稀奇 所以代表是說 這個很稀奇的是 卷一用總部的 有歲數 還取名字 所以六十七代表 他總部 他生命 總是有五十歲 但是白路 白路是什麼 是藏白山的意思 白書人 他用了個唐號 我們平常我們都有的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之類的 我們看人都有 一個地方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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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用白路 白路的話 就是藏白山 白路也代表什麼 白書人 好 因為他們 他的字在去 因為他 因為 同子是六十八歲 然後 每當 十歲就是七 所以根據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 我那個大兒子 他寫的文章 他如果是滿舟人 他還根據他別的資料 那滿舟人是算十歲的 和漢人的一項 漢人算七歲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驗證 第一天章話就是我們大兒子 總統寶貝認識了 然後下面來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就把東德蘇勒以後來 上我們的網站 這就是中華科技學會的網站 我自己生了發起 我曾經發起成立三個學會 一個是賞疊協會 一個是中華科技師學會 還有一個是中華科幻學會 因為我是年輕時候寫過科幻 寫過科幻 那到2011年的時候發起成立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不寫了 可是因為我貝分高啊 所以我發起成立 人家人還是靈活 就發起成立 那麼這個賞疊協會 我發起以後就找那個字 陳偉秀找來當會長 這個中華科幻學會 我發起以後來 就找到那個曾鈺宏當理事長 我自己經營 我把他成立半年以後 叫了別人 這個中華科幻學會 我曾經經營過 而且他整個走向整個設計 基本就是我設計的 他整個整個方向等等 所以這個學會 我為什麽在這邊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就在本地蠻深 這個地方看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有層開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個層開 層開打開的話 我們現在層開有兩種 其中第一種的話呢 就是它的圖文圖口 它的層文圖口呢 它的內容它有封面 我們先看一下它是層面 不擺 看看這邊好了 這邊一個可以 一人打不開 不擺它 我們先再開這個 OK 那這個我們把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移過來 就是第一整 在這裡 第一整 然後它浪漫看 就是它移動 它有它的內容 它有封面 它有序 這次有本書 有三十塊 當然這本書不大 不是很大的一本書 我們也寫了這本書 然後它的封面是這樣子 我們就使用 中華科技史學會議行 中華科技史學會議行 它有什麼意思 它引進這個東西 有什麼意義 它就能說引進來吧 引進來以後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 台海採風圖的內容 它有時候 我們現在只有十二部 三部重圖 它有什麼東西 都不知道 剛剛不是講嗎 台灣八景這人民 全部有 它一定有台灣八景的圖 絕對有 只是現在這個圖 找不到 真的 那它有沒有 有沒有翻築圖 翻射方面的東西 沒有 裡面都一條都沒有 就代表是說 它沒有 它不含 包含那個內容 那重修台灣 什麼事 裡面為什麼有 等一下我會解釋 它可以研究 它可以用來研究 台灣圖書館場景 它的文句 這個東西可以研究 另外是 維建學的價值 這就是文學 那 引進以後 我就寫過兩篇論文 我又寫過 這方面寫過三篇 前面 就是 2011就參加 那個研討會 都寫過一篇 後來寫過兩篇 引進來寫過兩篇 一篇 六十七 兩採風圖的 關聯實態 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 這兩採風圖 我寫這篇文章 就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東西 六十七 它本來只寫一個 它只是出一本書 寫一個圖 就是台南採風圖 還有台南採風圖 後來的時候 它把這個 翻射的部分移出去 變成一本 一套的圖 然後把這個 翻射部分的內容 再移出去 變成 翻射採風圖 就是 這個文章 也寫了 這個樣子 後來也寫一篇 六十七 台南採風圖 台灣藏本採風圖 這十二幅 到底怎麼樣 這十二幅 我現在就覺得 它可能是 輪摩 輪轉輪摩 它絕對 不但不是原本 而且輪轉輪摩 為什麼 因為它 跟台南採風圖 圖考 被對應了 它被對應了 它就一半 有一半都對應了 它對應很低 它對應很低 因為台南採風圖 裡面 台南採風圖考人來說 還在動植物 都是在北方 或者說 在中國很少有的 就是 這邊有特別的一些動植物 那給各位看 那個 台南採風圖 藏本十二幅裡面 什麼西瓜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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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瓜 很多 這些東西的話 在六十七 它不可能 沒有意義 把這些東西畫上去 畫到幹嘛 它畫了出來 它們特有的東西 所以 這些地方 後來 災難思考 可能是輪轉臨摩 的一個東西 而不是 原來 台灣採風圖的關係 不是那麼緊密 那這兩個的話 就是剛才講過 就說 它的大概內容是什麼 不理想 心想 那這個東西 就是剛才講過 這篇文章 大概內容 是什麼東西 在這篇文章 就說了 總之 就是說 這個東西 它 它 它 有什麼 台南採風圖的藏本 以後時增山水域 做 因非六十七元 做的模式 更是原性 做的結論 這樣 我今天講 提到這個藏本 剛才不知道現在 多了 差不多四十分 那麼 這邊有個漁畫 就是 台南採風圖的勢力 就是把這個東西引進來 這說明 很多很多台灣找不到 台南媒體 被在大陸找到 後來我查了好幾程 都有 讓我們繼續找到 而現在台灣 也就這麼 這麼顯靴 大家這麼熱烈 很多人都這麼有興趣 他們只能 可以 專案 到大陸去搜尋 可以 認知台灣 文件總盤不完整 台灣文件總盤不完整 很多都缺了 每些大陸也有 像我 只是個個人 我沒有花任何錢 然後我就可以把一個 他們缺了一個 這個引進來 那還有很多東西 以政府單位 越來越散的話 但是心而易舉 可以把這個東西 可以加回他們 研究 這個工具 非常值得做 那下面的話 就結束了 結束了 謝謝 謝謝 那另外的事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可以在一個帶 那個 可以帶來 靠給各位 因為剛好 把這圖很完整 那是做 很多精神就好了 謝謝